公元前361年,刚刚即位的秦孝公21岁。 和魏惠王不同,年轻的秦孝公求贤若渴,他为秦国的困境深感焦虑。 秦孝公即位之时,周天子的力量日渐衰落,诸侯之间不断厮杀并相互吞兵。 当时的六个强国,韩、赵、魏、齐、楚、燕都已成气候。 秦国远处雍州,被山东六国当作蛮蚁看待。 这里面他的文化相对落后,而这个相对落后实际上最后成全了他。 但是在当时的感受非常不好,就是什么,诸侯、华夏的这些中原国家中文会的话不带他玩。 嫌他这个丑陋,说他荣敌之俗。 这个呀,还属于这个情感方面,最严重的是, 魏国经过五起变法以后,五起建立新军队, 向西和黄河西部拓展,拓展到哪儿,已经到了什么,已经逼近今天这个咸阳这一代。 这个让秦国最受不了的是这个,被人瞧不起,还挨打。 如果不变法,就被人家欺负着顶压着门口这么打,这谁也受不了。 所以秦孝公上台,就发布了邱仙令。 朝贤纳事,成为秦孝公改革的第一步骤。 在邱仙令短短的一百七十多字里, 秦孝公首先简要回顾了先王们创业的历史。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,周游王被杀死于丽山之下,西周覆灭。 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,春秋时代由此开始。 秦孝公出兵,参加到保护周平王的行列中。 为了表彰秦孝公,周平王将齐山以西的土地正式赏赐给了秦孝公。 秦国的建国史,自此开始。 从那一天开始,秦人不仅是自己站稳了脚跟, 而且开始了争霸的历史。 只是这一条血路杀得太不容易。 秦相公之后,秦国历经十余代先王的奋力开拓, 以水滴石川的决心冲击着西北坚硬的版图。 他先检讨了一下秦朝的历史, 他提到了当年秦母公如何如何, 秦孝公开地千里呀,天子之贺呀。 周天子都还是来向我们祝贺, 我们多么荣耀。 结果现在,你看我们录录到这个地步。 发展缓慢,内斗不休, 秦孝公感觉到了不进则退的滋味。 求贤令,成为他挽救秦国危局的最后良药。 上阳在面临着魏惠王有可能杀掉的情况下, 都没有想到要离开魏国, 他就是在等机会, 他不知道去哪里, 他不知道他舞台在哪里。 所以当秦孝公的这个诏书下来以后呢, 他就找到了,哇,舞台原来在西方。 上阳是在什么场合第一次读到求贤令的, 今天已经无从得知。 我们只能猜想, 或许他就像无数远道而来的世人一样, 即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份求贤令。 秦孝公说, 谁要是能帮助我秦国变得强大, 我愿意与之分土。 就分土这件事, 对于这个, 一个像商鞅这种, 这样的年轻人来说, 这个已经是不得了的待遇。 谁来把我使国家强盛, 我分给他土地, 跟他共富贵, 这个, 重赏之下必为勇富, 这个是拿的, 要拿正格的, 就封给你土地, 就是有爵位了, 给你爵位, 给你富贵。 这拿出了最好的, 当初人最看重的这个东西, 拿出来了, 就表明他能够真诚。 他很真诚地在, 像东方这些闲事都呼唤着, 过了, 赶紧到我这来。 公元前361年, 在欧亚大陆的东方, 遥远的黄土地, 属于原始的静谧中。 那个被魏惠王倾施的商鞅, 正穿越无边的尘埃, 一步步奔向秦国的国土, 奔向秦孝宫的邱贤命。